每天五分钟 保守自己常在神恩典中 荒漠甘泉 引领你今天的属灵生命走向完全 你们坐在这里 等我到那边去祷告 马太福音26章36节 在一个危机的时候 被遗留在后面 是件非常难堪的事情 在科西玛尼园 十一个门徒里面 有八个被留在后面不做什么 主耶稣往前面去祷告 彼得 约翰 雅各在中间警醒 其余的在后面等候 照我们想 在后面的门徒必定会抱怨 他们虽在花园里面 却不过只在花园里面而已 他们对于花园里面的花草的耕种 无分无关 那个时候正是有危机的时候 一个紧要的关头 可是他们又不能擅自妄动 我们也常有这种经历 这种失望 也许现在正有许多机会 给基督徒工作 有的弟兄姊妹 已经到前方去了 有的弟兄姊妹 已经到中间去了 只有我们还留在后方扶着 或者因着疾病 或者因着缺乏 或者因着诽谤 不论什么原因 我们受到拦阻 心中非常悲痛 我们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份于主的工作 这好像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 既然允许进了花园 又不在花园里分派我们工作 我的魂啊 应当安静 事情并不照着你所想的那样悲痛 你并不是无份于主的工作 你想 主的花园里面 只有走的地方 站的地方吗 不 里面还有一个地方 是专为那些 不得不做的人 所预备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